1910 澳門日報 人之初 聖本善 2015年7月27日新原地 E05凡凶淨土陳永明人性善益或性惡是中國藉學 史上的一個大問題 孟子堅持聖善 他在孟子公孫醜上提出的論據 所以為人皆有不隱人之心者 金人詐見如子將入於井 皆有擴貼測忍之心 非所以內交於如子之父母也 非所以遙遇於鄉黨朋友也 非惡其聲儀言也 由事觀之 無測忍之心非人也 繪席人口 然而作為人性善的論據 可爭議的地方還是有的 今日 不少人見如子將入於井 不單沒有測忍擴貼之心 可能更是之為刺激性高的娛樂 甚至 推如子一把叫他入井 固然 有人會辯說 這只至後天的影響 人性受了蒙蔽 扭曲所致 孟子已經說過 人性善 如水之就下 但薄而若之可使過爽 激而行之可使在山 孟子告紙上 見如子入井而沒有測忍出鐵之心 是屬於薄而若之 激而行之一類 是後天的影響 不能就此辯說人性非善 然而人之初的嬰孩 看得如子將入於井 大概也不會有測忍出鐵之心 因為他們不明白如子入井的後果 看不到其中的危險 我們有沒有比較科學的方法可測知人之初的性 到底是善還是善惡呢? 美國雅禮大學 Yale University 有一個嬰孩實驗室 他的主持人魏嘉倫教授Prof Karen Wynn 設計了好幾個實驗 試圖為人本性的善惡 道德的基礎找出一個答案 他養一群三到五個月大 什麼都未懂 剛剛學會坐的嬰孩觀看玩偶表演 三個玩偶排排座 中間的狠吃力的要牽開前面的雙子 拿取裡面的玩具 右面的玩偶 雙蓋開了一半 便上前座中間的一把 合力把雙子打開 而左面的玩偶 雙蓋打開一半 也是走上前來 但卻是用力把雙子觀賞 嬰孩看了幾片這樣的表演 然後讓他們在左右兩個玩偶中 選擇一個作玩具 四分之三的嬰孩都選擇右面作人的一個 不選擇左面專門與人作講的一個 從這個實驗看來 人之初似乎變偏愛樂於在人的善人 疏遠與人作對的惡人 只這一個實驗 當然還可以有其他的解釋 不能就此證明人性本善 但它還有其他的實驗 下次再跟大家介紹 陳永明 一點 當然 ixa 我們 才懂